这才是Angela Baby杨颖真正的身材,看完你大叠眼镜。 早前黄晓明的夫人杨颖外号Angela Baby江湖人称杨天宝出现在了上海某拍摄场地。 照片里的她神情黯淡略显疲惫,与此同时黄晓明也在上海,可惜小夫妻同成不同框。 看来生了小宝宝之后的花销确实很大,赚奶粉钱都胖命的多。 然后有眼见的网友就发现了照片的亮点。 在经过网友的提醒后,立马翻了下她以往的照片。 网上关于她穿裤子的照片实在不多,因为她的照片都是穿各种裙子的多。 估计她也知道自己的屯形不好看所以不怎么拍裤子的照片了。 虽说女明星的一张脸是最重要的,但是好的身材也可以让你夹不少分。 平日里照片影视剧各种修徒各种PS联盟带忽溜的广大人民群众就算了,今天你自己量出了真身,这可由不得你再狡辩了。 杨领于2003年成为摄影沙龙的模特,同年签约日本经纪公司,并成为潮流杂志美和Dira的专用模特。 同时杨领也以模特身份正式出道。 之后的四年时间,杨领一直都是这样跟波于各大秀场,舞台的灯光,漂亮的服装以及高跟鞋的衬托杨领耳似身顿窈窕十分美艳。 可真实的杨领是这样的,胯宽腰长腿短,就这样的身段居然辗转于各大秀场,还是有点小名气的模特。 这是要向世人说明模特可以不需要身材很好,只需要脸蛋不错,身材可以靠装饰去弥补吗? 杨领还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女孩子,很会为自己的人生筹划,模特是晚清春饭,2007年开始杨领就进军影视圈。 2007年,Angela Baby收次出现在大萤幕,在彭浩翔指导的《破十二》中特串一个五分钟的角色。 2009年,杨领与景百然,谢霆峰,刘若英共同出演爱情电影《全程热恋》,她扮演的小旗让人眼前一亮,在影视剧方面开始展露头角。 在此合作景百然已经过去七年光阴,这七年来杨领做的最成功的是大概就是找了一个好丈夫,随着黄晓明夫人的传开,杨领不论是综艺节目的邀约还是影视剧的戏约都在不断地增加,让自己事业蒸蒸日上,但是说起演技她真的跟七年前相差无几,依旧是花瓶一个。 可就是这样的她多次凭演技获奖,这是要告诉人们演员只需要玩噱头,只需要够红,关注度够高,可以不用依靠演技吗? 演技获奖不应该是演技精湛,演技得到肯定再颁发的奖项吗?什么时候成了鼓励奖? 杨领经历告诉你,模特不用身材好,演员不用演技棒!这样的扭曲的现象真的值得影视圈好好反省,奖项的颁发真的应该好好商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